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花费重金 你再看下一张 哎呦 你瞧这个地铁 陈列着很多油画这些艺术品 你再看 哎呦 这么漂亮的地铁 而且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 那么当年在二战期间 好多战时作战会议都是在地铁里开的 30年代见了 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现在两位信息灵通人士 是不是怀疑方向基本上锁定车臣 应该是因为恐怖分子的头已经找到了 那么从这个诈点判断来说 就是头和脚最完整 其他都不完整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凶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现在发现的尸体的头部残骸来说 应该是从车臣过来的 至少俄罗斯方面现在是这么说的 刚才这个叶海林老师就说 这事儿得到一个教训 女人不能得罪 这个黑寡妇 我记得老几年没听说黑寡妇了 有好几年没出现了 其实你想想04年的时候 截俄罗斯的飞机也是两个黑寡妇 而且用的这个炸药材料就是黑锁金 跟这次的方法一模一样 只不过从04年以后 你没法把它带上飞机了 那你飞机没有的话 你还有地铁 而且飞机是个千人级百人级的 飞机是个百人级的交通工具 那么机场是个千人级的安检规模 地铁是个百万级的安检规模 这个漏洞是非常大的 2002年的时候 黑寡妇结了俄罗斯工人俱乐部在里边 就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用化缘武器 而且化缘武器用量大了 这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老派女的干这事呢 不是女的天生就有仇恨 女的也比较执着 他们都是车身战争当中的寡妇 就是丈夫都是被俄军 在两次车身战中当中打死的 或者说不断的对被高加索 倾剿过程当中的恐怖分子 至少俄军说的是恐怖分子 那么作为他们的兄弟姐妹 或者妻子或者母亲 这些人是要冤有头战有主来寻 你看寻的就寻到 那个最高指挥部那地铁那去了吗 哎呦真是 第二个点文化公园那是内务部 就这俩部门具体指挥打车臣 然后把把他们丈夫打死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来到这来报仇来了 你看看他们的找这些材料 车臣的语言我要说的是 你先看市民在爆炸后的一些语言 莫斯科商人说我们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 是这个上班族说现在两战地的车厂打低要100美元 然后莫斯科退休老人说我这礼拜不出门 车里亚宾茨克的商人说明天我硬着头皮飞莫斯科 这恐怖气氛 但是你看车臣 可见商人最勇敢 商人最勇敢 车臣极端分裂组织领导人之一乌马诺夫 年初在一家网站仰言 血不会只在我们高加索的城镇里流 战火将烧向他们的城市 莫斯科胜彼得宝 乌马诺夫这句话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血也不太可能再在北高加索流 因为打仗打成这样 车臣的反政府武装已经没有多少兵员 再跟俄军在正面上 像第一次车臣战争那样 咱们打一个面对面交锋 你有坦克我有坦克 这种现象已经打不起来了 那么两次车臣战争 车臣是个非常小的民族 他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有师 就是有生力量 特别是这个壮年男丁 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就是刚才宋老师说 为什么要招募女人的 因为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男武装力量 可以上战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女人战 你没法搜身啊 对对他穿着这个 而且有宗教 对有个宗教禁忌的问题 就是说俄罗斯政府如果强化安检 就会造成更多的人仇恨俄罗斯政府 如果放松安检 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利用妇女做人战 他有一个心理上的好处 他可以对对方的公众 形成巨大的心理镇受 就是一个女人肯把自己扎上去 他的代表的事业一定是对的 而且这女人能藏东西的地方多 最近不也说可以往女恐怖分子的乳房 臀部里 注射炸药 注射炸药 对 那你说这安检怎么查呢 这安检呢 实际上现在水平比较高的 应该说是美国 美国一直在就是伊拉克战争啊 阿富汗经常碰到人弹 他们也在一直琢磨这个事 比如说他们现在琢磨出一种东西 叫做毫米波雷达 其实毫米波雷达原来40年代就有 后来是打这个坦克呀 打这个小汽车运动目标的 你像以色列什么打动不动 最近在阿富汗老打这种东西 它是分辨率比较高 但是传的比较近 传播比较近 那么看小汽车呢 不用看那么细 它可以看得远一点 但是看你身体里边 带没带炸弹 这个就比较难 现在坐的距离不能远 现在比较近就在机场里 对 机场里就用这种毫米波雷达 现在不听说是全裸去美国了 对对 裸去美国 就是自从那个尼日利亚 那个青年带了一个炸弹裤衩以后 就都得照 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近 但是你像莫斯科地铁这种地方 或者公众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 现在美国这个达帕 就是美国的国防预言局 正在研究一个东西 是50到150米 去针对人弹的这种毫米波雷达 就是它能够在你身上成像 你比如说X光 咱们肯定不能照人 那是射线 对吧 咱们地铁里照包可以 里边有没有 如果说是厘米波雷达 肯定是 不能做这么细的分辨率 只有毫米波雷达 咱们可能看到美国的那个机场 有时候电视上也有一些画面 对吧 看着停楼 再把枪什么都能看见 就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现在美国正在做 50到150米的 但是它比较难 元器件而且费用也很高 其实你做出来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安装的地点 你在机场可以 那么机场排队 30个人50个人 一个一个排 你要求每个人至少离一米远 或者说我就一个一个地方 我就放上一个隔离堆 我每个隔离堆只取占一个人 理论上说至少你可以把 沙王电脑最小 那么如果地铁 你也这样做的话 你地铁前面这个安检 前面可能排1万个人 那么恐怖分子 干脆不进地铁 它在你的1万个人 里面爆炸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地铁它永远是一个 安保的薄弱环节 就是因为它承载人 这个运输的这个人量太大 而且它注定是个 非常拥挤的狭小空间 那么人挤着人 本身就给炸弹放大这个杀伤力 那么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咱们这个先去下广告 然后再看看北京怎么办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这个宋小军讲了半天 美国的毫米波雷达 对 要我说还不如咱北京的狗 对 咱们可以看点照片 这是这是北京地铁吧 对 你看咱们是出狗 狗有什么优势 狗可以闻 其实像它这种黑锁金啊 或者顿感泰安啊 它都有专门 就像比如说 你说的炸药的名 对对 就比如说毒品 是不是狗专门经过训练 就可以闻 对对对 那么狗是可以闻的 当时呢 就是洛克比空弹的时候 也有这个问题 当时这个就是很多 穆斯利 伊斯兰的恐怖分子 不是带在飞机上吗 后来就发现 研究了半天 那时候还 毫米波雷达 这个技术还达不到啊 就想怎么弄这个炸药 就做了一种电子笔 就是通过它的这个分析啊 分子啊分析 但是这个电子笔不可靠 说白了 做了这个统计以后 就是不断地测试测试 发觉狗比那个 现在的电子笔还可靠一点 狗鼻子 狗鼻子 所有的炸弹都有味吗 有味 就是它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任何一个化学品 它都是本身就是化学品 它一定是有味的 就是那种味道 可能你人不一定能闻出来 但是狗能闻出来 对吧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 咱们中国之所以 现在还挺安定团结 是因为一个是 咱们不像美国 人人可以有枪 再一个就是 对这个爆炸品 对 我们自己管理的 其实就是说一件 自杀式袭击能够 这个案件能发生 它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你得有这样一个人 他愿意把自己炸上天 那么这个人 是敌方能不能招募到的事 跟我们能不能防止他招募 没什么关系 只要有一种 一个少数群体 他有一种普遍的仇恨 他就有人愿意干这个事 那你没办法的 第二个事情 你得有一个易攻击的目标 你比如说 如果你对千军万马 看守的那么一个小盒子 去发动袭击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这个地铁 这样一个脆弱目标 它永远摆着那 就跟说你有银行 就有人抢银行一样 这个目标存在 这里没办法 那么最后你还有一个 它炸药 它总得有一个爆炸物 就是人体炸弹 它得是个炸弹才行 那么就是你能不能采取 就是说社会管制手段 它让恐怖分子 接触不到炸药 或者说不能够到 购买到这种 难以检测的这种高级的炸药 它只用黄火药的话 你很容易发现它 是 你像是我们石家庄 不是也出过一个进入超吗 对 它那炸药哪来的 它是好像在工地 对 它是工地 后来它好像也是通过一些 因为市场经济了以后 说实在 原来计划经济管理 这个东西是比较严的 后来市场经济之后 当时大兴土木 它有很多小的私营的炸药厂 就开始在普通的工地里开始卖 因为它便宜 其实咱们现在也有很多山寨产品 山寨炸药 好像不得了 公如超就是买那个东西 公如超就是从后来 当然这个案子出来 就是炸你们石家庄五个楼 好像是 打着车到一个地上点一个 最后后来就一直追到源头 把这个炸药这个事查出来了 是谁谁谁卖的 那个人判刑 判刑以后 咱们对这个炸药的管理 就非常严了 首先源头弄掉 另外我觉得中国和莫斯科相比 你比如咱们奥运会 第一咱们有一个移造案件 就是这个X光的那个对物品 你进地铁都有一个包 要走一下 第二呢就是 这个咱们这个所谓小脚真机队 带红菇的多 你比如说奥运会 对 这两道是很管用的 因为咱们是好人 咱不知道 坏人要干坏事的时候 他走这个时候 他神情是不一样的 咱小脚真机队老太太阅人无数 一下看出来 不是小脚真机队不一定 可能有专家在盯着 对吧 就小脚真机队看他 另外还有人在看他 因为你这个群众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叫我们叫人民战争吧 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但是你像莫斯科有一个2004年 有一个女的 人蛋 也是他看那个地铁站上 他想下去 他那边有警察 他就慌了 他就点了 在上面就站了 不过这个事呢 也有一个回火的效应 对 就是如果这个恐怖分子 到处都觉得卑躬蛇影的话 不见得就能够有效的遏止 他发动进攻 一个就是说 他看到警察 我找赶紧把自己点掉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每天会接到 大量的报警电话 那么使得指挥中心 非常难处理 对 这次也是说 就是说之前几天 就见到莫斯科警察 重装备 到处巡逻 说明他早就知道 对 其实这个反恐中心 每天他可能有几十个 这样的线索要排查 其中95%都是假的 但问题只要有一个是真的 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不过像你说的 就是说 找着一个人 愿意把自个儿给炸死 要不说911 为什么对美国人心理上 也是震撼呢 就是说 我就分析 他我看他们有的分析 说一个地方 是车臣那地方 连年战乱 实际上已经民不聊生了 对 就本身就是个 生不如死的地方 加上这个阶级愁 民族恨 但是你说都是人民 都是民族 咱在历史上也能看到 有些个民族呢 就比较和 或者说打不打就服了 不同的民族 还是不一样 就同化你 怎么这个车臣这边 这人这个民性 这个汉勇 跟你没完 对 不久以前去世 索尔尼琴 他当年不是被流放到 哈萨克斯坦吗 当时斯大林把很多 这个就是所谓 异己民族 都给流放到 哈萨克斯坦去了 那么就包括朝鲜族 那么车臣人 还有包括这个 大战期间的德国人 那么这些都在 哈萨克斯坦居住 然后索尔尼琴就写了 这些人在哈萨克斯坦 这样一个不毛之地 当时是不毛之地 这些人的反应 就很有意思 德国人被流放去干什么 马上开始盖房子 然后盖上房子 就开始养猪种菜 因为他不能 从事别的工业了 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 他是农耕民族 对 然后就觉得说 我就在这安家了 我也能把日子过得富裕 然后这个朝鲜族干什么呢 先教孩子读书 重视教育 重视教育 然后所以 今天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科学院里的 很多人是姓金的 他们的孩子 最后还有一个少数民族 就是车臣人 这些人干什么 这些人除了当司机之外 什么都不干 他们不买房子 不存钱 不娶老婆 不养家 就一个原则 就是我不认同你 死活就是不服 除了开车以外 对 就开车这个时候 他觉得道德上 他可以接受 上海所有他的事情 他都不为你工作 当年杜达耶夫 和马斯哈多夫 就是车臣共和国总统 第一个 最后举枪自杀的那位 他就是生在哈萨克斯坦的 车臣的流亡 就是流放者的后代 这些人是 一旦要选择跟你为敌 他绝不妥行 怎么说都打不服 死不瞑目的主 对 我觉得当然 原来俄罗斯的 整个的政策上 民族政策上 也稍微有一些问题 俄罗斯人比较极端 就是选事的时候 要不就对你特好 大万 要不说翻脸翻脸 你看原来 其实他19世纪后 就是占领俄帝国 控制车臣之后 那么在这个二战的时候 德国人当时 奇特勒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石油 他整个 一年的战略石油 大概要900万吨 但是他就开始用储备了 怎么办 打高加索 就高加索 有一个八库油田 高加索是个通道 那么回过头来 当时还有一帮人说 打斯大林格勒 讨论半天 就俩一块打 其实后来德国人后悔 当天要打一个打下来了 后来就打了斯大林格勒 就说斯大林格勒一蛇 这个供给线就完了 高加索也没打下来 但是他们在高加索的时候 研究了车臣民族 给车臣民族的这些部族的首领 很多钱 很多枪 让他们去打苏联人 后来斯大林 等打完了 斯大林就把这些人牵走了 好像是100多万 整个民族牵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中亚 就是哈萨克斯坦 然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再把这100多万人中 剩下来的那些 和他们生的孩子 全部再牵回来 就产生一个问题 车臣人被牵走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这个车臣 已经被俄罗斯 这些移民住进去了 房子 地 包括庄稼 牲口什么的都有了 再车回来之后 就好地都被炸了 好地都被炸了 那么赫鲁晓夫又做的比较过火 俄罗斯族得给车臣族腾房子 向车臣人道歉 道歉的结果就是 你歉也到了 他的房子也拿回来之后 他开始恨你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上二他十几年 光靠一句说道歉 我把房子还给你 这个事不能算完的 所以从那个六四年开始 车臣就一直没有安静过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个 就是说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赫鲁晓夫当时不做这个决定 今天所有车臣的问题 全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 他就不是俄罗斯的问题 这下话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说这个一个民族 他要是有一帮死士 你在现代社会的状况下 很难对付 我觉得中国人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其实中国跟过去的 一些少数民族之间 少数民族入侵 就是汉族原来的 也不是一次两次 历史上很多朝代 咱们你比如元朝来了 咱们给他唱圆曲 慢慢就同化他们 包括满族 你看清朝 后来那些几个皇帝 不都后来都开始学 秦旗书画 就是汉族的这些文化传统 农工民族的文化传统 俄罗斯呢 他这个本身带有点油木色彩 和这个车臣的这个油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双方做事都比较 就幅度比较大 做事的话 其实任何一个大国在所谓的帝国 比如中华也有帝国 这个俄罗斯也是帝国 当你在拓江 就是开江拓土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些少数民族 但是去怎么对待这些少数民族 这要精打细算 因为别人都惦记你 你像当年德国人惦着车臣这块地方 现在英国人什么那个 就是跟俄罗斯作对的 美国人甚至啊 咱们你看新疆西藏 对吧 后边也都有人 当年美国人给西藏达赖投枪 都都做得很细的 他都投的英国的里恩菲尔德步枪 46港解放军的时候嘛 哪有都是英制武器 对他就怕中国赖他 飞不到他身上 就是说这如果说一个大国 是一个鸡蛋的话 这些地方都是可能出缝的地方 你知道吧 因为老有人围着你这个鸡蛋 有没有缝 是是是 所以你就得非常好的 无论用你的文化 你的什么东西 你的经济 来去把这些缝给溺住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俄罗斯车臣这个问题啊 你就咱就想到这个渊渊相报 何时了 仇恨一旦结下 现在应该说 这个普京政府在拿出什么新办法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就这个仗已经打下到 就是说双方有一种血海深仇在里边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黑几百的认同 再加上总有一帮人在那山峰点火 我们知道以前杜达耶夫时代啊 车臣人是不太讲究宗教信仰了 他讲的是民族问题 这是车臣人的问题 而今天现在这个车臣的这方面 已经开始公开喊口号 我们要建立一个沙利亚国家 欢迎所有的阿拉伯游击战士到我这来 把你把这变成第二个塔利班的这个控制区 这种情况 因为这种 那么09年的时候 本拉当也出来凑热闹 那么09年1月的时候 本拉当的录像讲话 录音讲话就说了 那要支持车臣人的这个解放斗争 实际上车臣人和这个阿富汗的这些 这个今天在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 历史上没有什么相互亲近的感觉 但是反恐战争打了八年 在这个外高架所也打 在阿富汗也打 你现在把这两伙人给打在一块 那么这两本人 本来这两伙人 其实觉得说无可无不可的 那么甚至还有一批车臣的这个士兵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 是苏联军队的武装力量的成员 你实际上他们去过阿富汗 但是是以那边的人这个身份去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非常大 而且就说是 不知道是不是串通好的 这个全世界跟着有点遥相呼应 最近刚刚说这个本拉登吗 是发表什么74秒的讲话 说你美国要敢处决911首范 我这就处决你美国人 对 好家伙 因为车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海林说的 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参加苏军 受过 他们非常了解苏联俄军的作战方式 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 而且那些炸药 那些东西他都有 他本来就是战士 就是在苏军里服役 怎么配炸药 咱们这么说 怎么配雷管 有很多的这些技术 他们比塔利班高级多了 这是战士民族 塔利班的一些人被服役以后 也供述说 在塔利班的外国志愿者当中 车臣人的战斗力最强 那么什么人的战斗力最强呢 这个很好笑 阿拉伯人 因为他们出钱出的最多 然后出力就想少出点 但这个车臣人他没有钱可出 他只有力 而且还有一个 他们对两面的游击战都非常了解 打正规战是打不过 但是练点这个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第一次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军队打得那么困难 这个不是说正规军打恐怖分子 是正规军打正规军 因为车臣的武装力量直接是从苏联的军队中转过来的 他们只不过是苏军中的车臣族而已 那这些人跟对面的俄罗斯军队来说 没有任何差别 只是他们做凶狠 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 其实现在美国人倒是稍微收了点 你比如在阿富汗 现在他讲的就交战规则了 那个无人机也不敢乱炸了 他也知道这些人你越弄 最后那边阿富汗也出黑寡妇了 也出黑寡妇 当时苏军是因为就像海林说的 那些车臣都是举击手打得特别重 后来苏军没办法 那边只要打一枪 这边直接就火箭就哐了一下 就把整个屋子端了 就伤了平民 对这个确实有 就是交战规则上 苏军早期在对车臣作战的时候 确实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看以俄罗斯的这种民族性格 他们对车臣还是 就是要硬 没法让 我们到最后的态度 我们到最后的态度 我们到最后的态度